花了9块9在直播间里抢了一个惊喜盒子 卖家说可以拆出30多块钱的东西 在30中间还要加个底 不可能 拆开看看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了 第一项是一个网文笔带 它这里写着考试专用带 这个可以到时候装你的卷子 这个值不值2块钱 第二个 第二个是一个变签纸 哇这一盒还可以啊 是的里面有两种 一块钱值不值 值 三块了 第三个是一个快乐销售的挂钩 这个也有用 可以挂个毛巾啥的 这个值一块钱吗 五毛五毛三块五了 这个是一个变签 而且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 叫破晓而生 值两块钱吧 值一块 你说这年头哪有一块钱的变签 还这么多 一块钱你到哪里去买 打着灯你都找不到好吗 在我妈这里买 在我妈这里下方小伙子只有五毛 这一个是一个修正贴 这个是贴在笔记本上面的这种做笔记的 最多也只五毛 给了一个这种贴纸 送的不算 不算 这个也是一个格子的一个变签贴纸 上一块 你一块钱都你给我买两盒来 就这个就这个 七块 还有一只笔 这个笔一块 那你这算来算你一共八块钱 十块钱不值 对啊 花了九块九 买了这八样东西 爱米说不值十块钱 那 咱用手机来扫价格 扫出来是什么价格 就是什么价格 我让你输的心不够不 第一个先来扫这个袋子 没有找到一样的 但是找到了几个相近的 就是这种 六块钱的 好 那就打六块钱 找第二个 没有一模一样的 找到了一个比较相近的 这个是一块九块钱 一块九就一块九吧 七块九了啊 加一个就来收这个本子吧 这个本子我感觉这样百元 应该能收出来 好 十三块 四四一十六 那就再三块五一个 行 才三样就十块了 还有五样 我不三 别跑继续 你别跑啊 你今天输定了 夸下我 就放过你 我生气了 我只能使出我的 十一副老奶公鸡 公鸡啥也公鸡你啊 我就说吧 我买盲袋 从来都不存在 那是钱呢 别说了 就这样嘛 睡觉了 拜拜 我剩了啊 我先走了